初見 你好 還有 我爸跟我爸嗎 大家好 我台語也不好 那一碗 一碗呢 哈囉 哈囉 莉TV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羅小白 其實在以前啊 我聽過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就是上台很緊張的時候 他就把台下的人所有人都想成 西瓜還有香蕉 所以那時候我上台的時候就想說 閉著眼睛他們就是西瓜香蕉 不會怕 就是常常會有音樂可能突然有問題 耳機聽不到音樂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非常緊張 但是因為我從小學表演藝術科 老師就是跟我們說 無論台上發生什麼事都不要聽 所以就是不要聽 以前剛發第一張EP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緊張 因為唱歌是一件很不擅長的事 所以我就常常 就是透過下通告的時間 我就去湯姆熊打電動 蛤 我是一個很愛打電動的小孩 所以你曾經最高紀錄的 我的湯姆熊有會員卡 裡面現在有大概五千點以上 所以你自己是健康 應該說我在台灣以外地方表演的話 我很喜歡表演五月天的歌 因為我的印象深刻是我去印尼表演的時候 雖然就是大家都沒有聽過華語歌 可是當我一放五月天的派對動物的時候 全場都超high的 我覺得音樂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是五國界的 所以只要那個氛圍對了 台下的觀眾也會 就是尖叫跟歡呼 對 那面對這些粉絲的支持 你有什麼話想說嗎 我覺得很謝謝他們一路支持我到現在 因為其實我從18歲就開始上街頭了 已經眼默默的快要將近十年的時間 謝謝大家 其實生日的時候 是最可以感受到大家心意的時候 他們就會故意串通 很多的工作人員或是我的家人 然後給我驚喜 對 可是我其實本人是不太浪漫 或是不太喜歡驚喜的人 我覺得就是用一種 喔 謝謝你們的態度 但是其實心裡很感謝 好像沒有感受到哭出來 沒有沒有 我是一個不喜歡在鏡頭前面哭的人 眼睛 對 因為我老公也是一個不太浪漫的人 因為我老公也是一個不太浪漫的人 但是他知道我很辛苦 或是我很累的時候 他就會說 老婆你今天想要吃什麼 或是你要去哪裡 你想要什麼 我賣給你 這麼簡單 對對對 我們 胡適無華 追劇就是前一陣子追了那個韓劇 叫那個什麼 雖然是精神病 但沒關係 我覺得看韓劇很療癒 因為裡面的男女主角都會這樣 就是他把我內心裡面的澎湃都叫出來了 最近你很像女主角 還好 我覺得女主角很正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看日本的動畫 對 所以我很喜歡看冒險類跟少年漫畫 對 所以我很喜歡看冒險類跟少年漫畫 最近最喜歡的是我的英雄學員 還有晉級的巨人 這真的很宅喔我跟你說 因為以前常在內地表演 就是像那個有一個動畫叫Nana 它超多集的 我一個禮拜就全部把它課完 大概三十四集 因為我很喜歡的女藝人是鄧紫棋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跟鄧紫棋有機會合作 但是最近就是因為我常在街頭 會表演那個謝金燕的歌 然後就有一次 就是姊姊她就分享我的現實動態 她說有一天我一定要到場欣賞 我就覺得如果可以跟姊姊合作的話 一定是超經典的 其實我是喜歡拍別人勝過於拍自己的人 對 我很喜歡記錄大家的瞬間 所以妳能拍人物還是風景還是狀況 因為我有養狗狗 所以在家的話都是拍狗狗 然後如果就像因為我有經營的音樂教室 我們有帶小朋友出去玩 就是拍小朋友很可愛的瞬間 所以跟老公跟我一起出去也會有事情拍 都是我幫老公拍照 不是他幫我拍照 那他都在幹什麼 他在等我幫他拍照 這首歌其實是想要送給所有正在追夢的人 無論你是學生還是年輕人還是成年人 對 因為其實在追夢的過程當中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常會覺得你跟不上時間 或是時間一直在走 你沒有辦法去完成你的夢想 但是想要透過這首歌告訴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其實過程當中會有很多的困難挑戰 但只要堅持下去 就會有你的夢想完成的一天 BTV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羅小白 最近我發行了我的新單曲 叫做 時間是最理直氣壯的反叛 這首歌的歌名很長 但是是想要透過這首歌來鼓勵大家 有夢就去追 不要害怕 也謝謝各位粉絲朋友們一直陪伴我也一起支持我 希望在未來的道路上面 仍舊有你們的陪伴 Yeah